我们看第七节呼吸功能监测 呼吸功能监测 首先看我们大纲 大纲要求我们呼吸功能监测的情况 第一个通气功能监测 掌握内容 掌握内容只有死腔率是一个熟悉的 都掌握 对于换气功能监测 掌握内容 就是肺功能的监测 又都是掌握内容 对于呼吸运动的监测 我们的只有呼吸机功能监测 是了解内容 了解内容 这一章就第三 第二章第二小部分 当然到了下面 到下面包括肺的顺应性 最大通气量 最大呼吸中枢 中段流量 这些都是了解内容 了解内容 其他的都是我们熟悉内容 所以这一章节 有一部分了解内容 但是大部分还是应该我们掌握和熟悉 因为毕竟肺功能也是我们麻醉医生 或者是我们重症监测医生 必须要看的一个指标 对吧 必须要看的指标 所以我们也是 原则上也是应该多掌握一些知识 多掌握一些知识 是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通气功能监测 这是我们掌握内容 对吧 首先第一点是静态肺容量的概念 静态肺容量的概念 什么叫 首先第一个小知识点就是潮气量 潮气量 什么叫潮气量 就是你平静呼吸时 平静呼吸时 每次吸入或者呼出的气量 那就是潮气量 我就这么喘气 我也足够用了 吸入或者呼出的量 就是潮气量 正常成人应该是400到600毫升 正常成人是400到600毫升 由于机体每次呼吸 摄入的氧的量 大于呼出的二氧化的量 吸入气量与呼出气量并不相等 所以通常马对中测定呼出气量 以排除缓入吸入时 测漏气的影响 更能反映患者的呼吸情况 就是你平静吸气 呼吸这样炒气量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知道每次呼吸 你摄入的氧量 肯定大于呼出的二氧化碳量 大于呼出的二氧化碳量 这个是肯定的 肯定的是吧 而且吸入气量和呼出气量 不一定相等 并且一般人也不相等 也不相等 所以这个就是潮气量 都是一个平均值 它一样平均值400到600 那潮气量本身受你的 机体的内代谢率 性别 年龄 体氧面积等逐度的影响 受体内的代谢率 性别 年龄和体表 面积的一个影响 潮气量过低 建议什么 建议像一些中枢性疾病 肺部疾病 胸阔肌型的疾病 呼吸机的问题 气道的病变等等 所导致的一个通气量不足 通气量不足 就是潮气量太低 太低 就是你吸气 呼吸受影响 受影响 你可能跟肺部疾病有问题 跟胸阔肌型有问题 跟呼吸机 它的一个活动度有问题 对吧 包括你气道的一个问题 都可能影响到 麻醉用药 麻醉技术 患者体位 以及二氧化碳气浮等 也会影响到你的 这个潮气量 所以潮气量会下降 树中持续观察你的潮气量 改变有助于什么 发现通气不足的情况 通气不足 如果发现 它小于每公斤体重 五个毫升了 那就要什么 控制了 控制服务呼吸了 因为它太小了 不够机体用了 如果太大 会太大 会出现 会建议什么 酸中毒 酸中毒不是深大呼吸吗 所以患者呼吸 就会明显的就是深大 深大 就为了把二氧化的排出去 你发现这种可能是带酸 带草或者颅内压升高 颅内压升高 就会引起什么 连接两慢一高的枯星的反应 两慢就是呼吸会变慢 但是呼吸会变得深大 变得深大 呼吸会变慢 变慢 两慢一高的表现 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这种情况就是潮汐量 我们要需要掌握的知识 首先需要什么叫潮汐量 你要掌握 对吧 什么叫潮汐量 你要掌握 第二个呢 潮汐量 影响潮汐量的一个情况 你要掌握 影响潮汐量的情况 要掌握 那潮汐量变低了 那什么情况 那潮汐量变多 变大了 那什么样情况 这个肯定是你要掌握的内容 因为它会受的影响比较多 变大 就是酸中毒 还有龙内压增高 那变低了 原因比较多 就是它不喘气费劲 不喘气的 喘气比较弱了 那比较多 那可能脑子疾病 本身就可以引起 那引起 包括胸壳激情的问题 隔肌上台 上台 包括呼吸机本身的问题 肺部本身问题 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 本身的就是你 你呼吸喘气的问题 对吧 喘气问题 但这时候包括 麻对用药的问题 麻对基础问题 并患者某些体位 不太适合的问题 等等都可能会引起 患者本身的就是 一个潮气量的问题 对吧 潮气量问题 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第二呢 咱们看一下补吸气量 首先明白什么叫定义 就是什么叫补吸气量 就是你平静吸气以后 你在使劲吸 再用力吸 能够最大吸入这个气量 就叫补吸气量 因为咱平静呼吸 你不影响你的气 其实不影响你什么东西 是吧 但是你还有足够的力量 再去多吸气 多吸气 那就多吸的这部分 那就是你平静吸气以后 你再使劲吸 那这部分就得补吸气量 男性呢 正常是2160 女性呢 是1500 他主要反应什么 反应的是你的吸气 吸气肌的力量 和肺和胸阔的弹性 因为你平静呼吸时 你可能胸阔起伏的不明显 但使劲吸气时 这个胸阔就得打开 你看像胸臂的这个弹性 肺的弹性就会有了 对吧 然后你这呼吸机的力量 就会它得收缩啊 收缩 你就胸阔来打开呢 肺它能充满呢 对吧 所以你就反应的是这些 那补呼气量呢 是你平静呼气 然后你再使劲呼 是用最大呼出的气量 就是补呼气量 成年人呢 是一般的话呢 是900到1200 补呼气量 那是有隔肌上升幅度影响 胸阔弹性影响 以及包括细肢气管阻塞的影响 你看像一些慢喘肢的患者 或者是哮喘的患者 它的补呼气量都就很受限 因为它本身是呼气性呼气困难 对吧 它是个呼气性呼气困难 所以它本身喘气都很费机器 但它是想使劲喘气 但是它喘不出去了 所以它补呼气量就受影响 就受影响 包括隔肌上台的问题 包括胸阔 你补呼气量是胸阔 往下挤压 是吧 往下挤压 你没有胸阔有机型 你撑不住 你实际没有这个弹性 所以也受影响 对吧 也受影响 所以只要补呼气量是怎么回事 就OK了 那什么叫残气量呢 就是你最大的呼气末 就刚刚说你补呼气量 你舍心的呼气 那你打算把这气都呼出去 但是真的都呼出去了吗 不可能 是吧 你最大呼气末 那还存在于肺内的 不能再呼出的这个气 就是残气量 残气量 等于什么 功能残气量减去补呼气量 功能残气量补呼气量 那这边功能残气量就出来了 那你想看什么叫功能呼气量 功能呼气 残气量 功能残气量 是你平静着呼吸 平静呼吸时 你看肺内肯定流的气多吧 对吧 肺内流的这个气 叫做功能残气量 功能残气量 功能残气量 你知道了以后 那补残气量 那使劲的呼 剩下的 那就等于什么 功能残气量 再减去补呼气量 那不就剩下的残气量了吗 对吧 正常是什么 男性会剩1500 女性会剩1000左右 1000左右 这是残气量 他们一般用残气量 残气量占上肺总量的百分比 残气量比上肺总量 它的百分比 作为什么 判断指标 正常是20%到30% 那大于35% 就是证明残气量 可能存在在 存在多了 就是肺气种的可能性 肺气种患者 残气量就会多 因为他 他这种呼气呼不出去 实际上他呼气 呼气会难嘛 所以他想呼 呼住一个气 呼不出去 所以流的气又多 流的气多 那比的肺总量 肺总量基本上是不变的 肺总量 那肯定值又大 值越大 证明你残气量越多 证明你呼吸功能越差 肺功能越差 对吧 所以就是残气量 使劲呼气 呼完了以后 最后剩的那点气 剩的那点气 就是残气 残气量 等于残气量 这残气量等于功能 残气量再减去补呼气量 剩下那支 不就是残气量了吗 对吧 如果残气量 那就是这个值 残气量刚刚的功能 残气量咱们都不说了 那平静呼气 平静呼气时候剩下的 就是功能残气量 它等于补呼气量 加上残气量 对吧 那就是 就数值这个问题了 数值这个问题 这个指导一下就可以 好 它的正常值 就是功能残气量 正常值 男性应该是2500 女性是1600左右 那肺西种患者 肯定胜的会多 胜的会多 那肺食指病变的患者 胜的就会少 胜的就会少 肺食指病变 因为大片的肺部的一个炎症 或者大片的肺癌 肺部张 那你就已经占据了 以大部分肺了 所以这部分都没有气了 所以它会减少 对吧 减少 功能残气量在生理上 正常起着稳定肺泡的作用 稳定肺泡的作用 所以减少了呼吸的间歇 间歇对于肺泡的气体交换的影响 就是你总有气在这个肺里面 肺泡里面 是吧 不至于就是说 你不可能每次都使劲地喘气 使劲地把肺气全部挤走 不可能 因为你之所以 你功能残气量 是你肺里面总有气 最后你都减少了 因为等于呼吸 一呼一吸之间 可能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停顿 但减少了这个呼吸间歇 对于肺泡气体交换的影响 防止每次吸气 吸气后 新鲜空气进入肺泡 引起的肺泡体的过度变化 所以它有利于肺部欢气 因为你总是使劲呼吸 使劲吸气 你吸出来都是吸进来 都是新鲜的 是吧 你吸出来都是新鲜的 肺泡气呢 就是变化比较大 比较大 总是这么变化比较大 对肌体并没有好处 并没有好处 所以你功能残气量 你里面总有气 所以你吸进来呢 吸进来呢 就给它 就是应该说是给它 参饮部分 参饮部分 吸进来呢给参饮部分 这个没有关系 就像咱们应该说是 那个养鱼的那人 换鱼水一样 所以你一般的话 是不会说 把鱼 把鱼缸掏干净了 把鱼扔出去 把鱼缸掏干净了 然后再换上 全部换上新鲜 把鱼再扔进去 很少有人 这么多 这么多 很快的鱼都会死掉 一般就是说 你徐徐的给它 就是抽一 弄一点水 出来 然后再给它换 兑一点水 再抽点水 再换兑一点水 这样的话 就是让鱼呢 也有新鲜的水 但是呢 并不是说 完全换这个环境 让它重新去适应 对吧 其实这个功能残渐量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种 我总里面总有气 总有气 让你吸进来呢 有点新鲜的氧 新鲜气体呢 要跟你中和一下 缓和一下 尴尬气氛 是吧 让你总有这个气体 有利于气体的一个交换 那功能残渐量减少 最少使那个呼吸末 呼吸末发生肺泡 就会发生 这个肺泡呢 会发生违线 它的功能残渐量 就是你 你本身就平静呼吸 平静呼吸 剩下这个气 这个气如果少了 那你再呼气呢 就会是肺泡发生萎缩了 流经肺泡的血呢 你流经肺泡的血 你就肺泡萎缩了 就没有这么气了 这个气血交换 就会有问题了 对吧 就是气体交换就有问题 所以呢 就这个肺泡呢 无同气而产生去分流 分流 这个血呢 没有经过交换就走了 就走了 就会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了 是吧 所以呢新鲜的空气呢 就将呢 就将被肺泡呢 过多的剩余气体 就吸湿掉 吸湿掉啊 使肺泡这个氧分压 就会降低 二氧汗分压就会升高 满腻手术中 使这个 使这个功能残渐量 降低的因素有什么 有什么 当直立胃改为 氧过胃的时候 那个功能残渐量呢 就有所下降 下降500到1000毫升 就是你站着 你残渐量 跟你躺着 这残渐量是有变化的 是有变化的啊 你一躺那 残渐量就会什么 就会有所减少啊 减少啊 全身麻醉诱导后 和使用激松药了 激松药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隔肌就会往上 往头部走嘛 就会上移 上移是吧 你这时候呢 浅快的呼吸和浅的麻醉 呼吸就会快 快的话 你就会什么 过度换气 过度换气 这还这一种 而吸入唇氧 导致呼吸 导致吸收 肺部张 吸入肺部张 全般患者 机器通气 你要设定 设定一定的水平 设定一定的水平 防止呢 你呼吸默症压 你太高的话 对于你的二氧化碳分压 以及包括你 功能残气量的一个景象 你要你挑定一个paper 然后把所有的气都排出去 这并没有好处 让你把这功能残气量 加强了 咱们刚刚说 功能残气量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要起到一个什么 稳定肺泡的一个作用 其实稳定肺泡 所以你总有气体 跟它交换 而且你吸进来的新鲜气体 也跟它什么 也跟它进行相关的一个混合 混合 有利于它的通气 通气 所以功能残性要增加时 你吸入气 就被稀释了 就没有那么多气 跟氧交换 跟那个血交换了 就没有那么多氧 应该说交换了 当然下降了 也是有影响的 你降低了 你首先躺了 就会降低 对吧 再加上你积聪药的问题 时你隔机再上台 也会降低 也会降低 造成的浅麻 这个时候一个前秒呼吸 比较快 就呼吸比较快 也会也会涌降 也会降低 所以这些也是降低的一种 而降低呢 也没有好处 降低 它降功能残气量降低了以后 你这个肺跟血的 它的一个 使那个肺泡发生违线 所以这个血流经了以后 就没有经过 有效的一个换气 有效的换气 它就流走了 所以静脉血 还是静脉血 本来天应该交换成 不然是动脉血 它没有交换 没有交换它就走了 所以这时候呢 造成组织缺氧 对吧 造成组织缺氧 也是应该说 也是一个残疑的影响 影响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动态肺容量的概念 又是一个新的概念 首先我们看一下 分钟通气量 分钟通气量 它是指什么呢 是在安静状态下 在静息状态下 你每分钟 你吸入呼出的气体重量 那每一口 吸出呼出 那叫潮气量 那每一分钟呢 那就是潮气量 乘以什么 呼吸频率 对吧 潮气量乘以呼吸频率 那就是每分钟的通气量 男性呢 一般是6.6 女性一般是5.0 5.0 是吧 那叫肺泡通气量呢 肺泡通气量 它等于什么 它是指着 每分钟你进入肺泡的 那个新鲜的气量 那等于潮气量减去无效腔气量 乘以呼吸频率 因为你潮气量 你一吸 你总归有一些气 比如在主织气管的气管 在这些 这些主于无效腔 你只有进入肺泡里面 才能有 才能进行气体交换 对吧 那是有用的 所以呢 肺泡通气量 就是真正的跟血液进行交换的 这些新鲜的气量 进入肺泡的 叫肺泡通气量 是吧 它等于潮气量 减去那无效腔气量 乘以呼吸频率 那用力肺泡量呢 用力肺泡量 那就什么 是用力 是吧 是用力呼出呼气 用力呼气 用力吸气 是吧 用力肺泡量 是指最大吸气后 然后你再使劲的 再尽快的呼出 所有的气体 做呼出的这个最大的气量 叫做用力肺泡量 当然用力肺泡量 和用力肺泡量 和用力呼气量 就是你使劲吸 再使劲的呼 呼出来那个气体 就是用力肺泡量 对吧 用力肺泡量 那咱们看 用力肺泡量 FVC和FEV 对吧 用力肺泡量 和用力呼气量 用力呼气量 是根据 用力肺泡量 计算出一定时间内 你呼出的气量 以及占用力肺泡量 以及占用力肺泡量 的百分比 就是用力的一个肺呼气量 一般有1秒 2秒 3秒 就是包括FEV1 FEV2 FEV3 一般是以FEV1 第一秒用力的呼气量 第一秒用力的呼气量 那这个是最有意义的 第一秒 一般占到83% 第二秒就86% 第三秒呢 基本99% 就都呼出去了 都呼出去了 正常人 1秒率 应该大于80% 大于80% 就是你第一秒 使劲呼出的这个气 占你整个肺火量 用力肺火量的 百分之 应该是占到80% 正常人 是吧 正常人 所以它是评价气道阻塞的 可复性 用于在什么 可在吸入支援 扩散剂后 你去测定 这个FVC FEVC 就是用力的肺火量 吸入义饼肾 吸入这些东西以后 然后去比较一下 正常人 在三秒内 你就应该呼完了 就是使劲的 这个用力的呼气量 三秒内 你看呼到99% 那基本的呼完了 在第一秒 第二秒 呼完 提示呢 限制性通气障碍 就你 吹了一口气 没气了 不能再往下吹了 那就是肯定是 限制性的通气障碍了 对吧 限制性通气障碍 那阻塞性通气障碍 呼气的延长 呼气延长 你的一秒 那一秒 你三秒应该说出来 这个三秒率 应该小于70% 说明呢 气流障碍 就是你使劲 你应该说 你也呼不出去 对吧 呼不出去 你想呼呼不出去 所以建议阻塞性的 一个呼吸性的疾病 对吧 阻塞性呼吸性 比如肺气肿啊 这边哮喘啊 这慢肢啊 都是阻塞性 呼吸性疾病 它以阻塞性 呼气性 呼气困难为主 对吧 所以它想呼 呼不出去 所以它使劲呼 咱们三秒呼完了 它三秒 它呼不完 那肺里还有气 它还可以再呼 对吧 还可以呼 那一秒 那一秒率 大于正常值 但是体制是限制性通气障碍 对吧 就是肺 一般是胸膜 广泛 广泛粘连性疾病 胸阔的畸形性疾病 都是限制性的 就是它想通气 限制嘛 它想出 想吸 吸不了那么多 那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广泛粘连了嘛 广泛粘连 胸阔畸形 它没有吸 它没有那么大空间 给它 给它的只能就是限制 限制它 所以出就都出去了 都出去了 是吧 而你的阻塞性的呢 你是想出 你有道给你堵住了 它想出 出不去 它是想吸 吸不进来 对吧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阻塞用肺部疾病患者 F1V1 它呢 降低比F5VC 更加明显 也就一秒量 它会降低的 共加明显 共加 所以你用一秒率 它也降低嘛 所以一秒率来表示 一秒率来表示 而限制性通气障碍的疾病呢 它本身的一秒量 和它整体的 一秒量和整体的 就是用力的肺活量 它都会降低 因为它没有那么大气 没有那么大空间 去容这么多气 没容那么多气 所以你使劲的呼 使劲的吸 这个时候 它都会有影响 所以它整个的肺活量 应该是整个的 用力的肺活量 它是有影响的 所以它会降低 所以限制性通气障碍的疾病呢 它的一秒量 和用力肺活量都降低 它没有那么多气 没有那么多气 所以它都会降低 而阻塞性肺部疾病呢 它的一秒 一秒量是降低的 量低的 而它的整体的肺活量 其实也降低 但是降低并不明显 而一秒量是明显降低 它是吹不了那么多气 呼不出一那么多气 是吧 那一秒率 一秒率正常呢 是一般限制性的疾病 它是都在减低 但是一秒的 一秒量率 它是正常的 因为它来比值是正常的 但它都在减少 都在减少 只是你吹 你呼气是呼 倒是没有减 没有困难 你能够呼出去 呼出去 但是你吸 没有那么多 就是你没有那么大容量 去容你这个那么多气 你呼是可以的 呼这只是都在下降而已 都在下降而已 所以呢 这是一个限制性的 和阻塞性的 它俩是有区别的 限制性的 胸膜粘粘的 或者胸壳畸形的 它没有那么多东西 容纳你那么多气 所以你出你是可以出 可以出 但是没有那么多气 所以它出也出的也少 整体也少 你阻塞性的 你吸可以吸进来 对吧 你出 你出不去 出不去 所以你的一秒量 一秒率都在下降 对吧 都在下降 和阻塞阻塞的 和你的限制的 是有区别的 那么看第四个 就是压力容积环 压力容积环 那什么叫压力容积环呢 是指受试者 那做平静的呼吸 或者接受机械通气 是吧 用肺功能来测定的 测定它会描绘出 一次呼吸 呼吸周期潮气量 与相应的气道压力 周期潮气量 与相应的气道压力 它相互关系的一个曲线环 它本身一呼吸一吸 就是一个环 就是一个环 就是一环 就是咱们在这个 应该是在呼吸机上 你看 调的这个参数 你有一个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环路 就是环路 正常你要弄得好 就是一个环路 所以它你叫平静呼吸 或者用呼吸机 辅助呼吸 去测定 用肺功能 用肺功能来测定 测定描绘 一次呼吸 这个潮气量 与相应的气道压力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环 就是要潮气量 和气道的相应的气道压力 所以这位是什么叫 压力溶积环啊 压力是相应的气道压力 溶积呢 是你呼吸的一个潮气量 潮气量不就是一个 整个溶积多少升吗 对吧 所以叫溶积 压力溶积环 压力溶积环 那是个曲线 是个相互的曲线环 因呼吸 表示的是呼吸动力 运动产生的力 克服的肺弹性阻力 和非弹性阻力 就是气道的压力 组织的这个粘性啊 等而使肺膨胀的一个压力 压力溶量的一个关系 所以叫肺顺应性环 顺应性就压力溶积环 又称为肺顺应性环 肺顺应性环 是因为你肺运动 你想需要克服肺本身 它肺本身是有弹性的 对吧 需要克服肺本身的弹性阻力 就是肺顺应性 可那些非弹性 你气道也有阻力 你要吸气 呼气 你肯定气道也有阻力 组织还有粘性 粘性 肺部本身有 它弹性回缩的力量 你都要克服这些力量 你才能使整个肺膨胀起来 对吧 所以肺膨胀 这个压力溶积 又称为肺顺应性环 那整个的压力溶积环呢 它反映了什么 是气道 气道呼吸机的克服阻力 维持你整个通气所做的功 所做的功 所以你看到这个环 就是呼 你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你需要的是克服肺本身弹性 克服这个气道的一些阻力 你才能把这气整个呼进来 把它呼出去 呼吸机克服这个阻力 所维持你的通气量 所做的功 所以侦测这个环 侦测这个压力溶积环的意义 是什么意义呢 根据这个环的形状 可以鉴别什么 阻塞性的功能障碍 还是限制性的功能障碍 这个第一个意义就有了 意义是咱们要掌握的吧 这肯定要掌握的 你测定这个环 你可以这个形状可以鉴别呢 它是阻塞性 还是通气性的功能障碍 可以指导机械通气 指导机械通气 选择潮气量和paper的水平 指导呼吸机的一个撤离 第二个呢 第三个呢 定量判断呼吸困难的程度 第四呢 判评价气管插管 呼吸机和其他治疗 对呼吸功能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要你平定这个环 压力溶积环 本身就要叫做会顺应环 它本身是你克服阻力 以后你的这个动力 用费容量的一个做的功 那通气维持通气量做的功 那就有意义了 一个是你可以判断是限制式阻塞的 你可以看到呼吸机 指导呼吸机的通气 你可以判断呼吸机的一些水平 你可以指导的一个参数 同时呼吸机需要撤离的话 你看能不能去撤离 用这个环来看一下 看一下还有呢 就是看呼吸困难的一个程度 看气管插管 呼吸机和其他治疗 对呼吸功能的一个影响 都是用这个溶积压力溶积环来测定 用这个压力溶积环来测定 这个就是你的溶积环的一个意义 咱们就为什么就是你去讲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你去了解这么多东西 因为我们在呼吸机上 你能够看到这个环 能够看到这个环 你看到这个环的形状怎么样啊 那你就可以判断出 你这呼吸机调整的参数怎么样 或者它能本身就能指导的这个参数 对吧 你想去撤呼吸机 那你要看能不能去撤这个参数指标 能不能只提示你能够去撤它 对吧 能够去撤它 以及你看你整个的呼吸的 就换着呼吸的功能怎么样 你都可以用这个环来表示啊 第三咱们看小气道功能 小气道功能及闭合容量的概念 小气道功能及闭合容量的概念 小气道是指的 气道内径在两个毫米 小气道内径是在 气道在两个毫米以下的细支气管 包括中墨系支气管 包括呼吸系支气管 是吧 这些就是 因为咱们知道支气管 就是一个道的数 就叫支气管数 是吧 它一直一直一直一层一层的 是吧 一般是指14级以下的那些支气管 它的分支组成的就是小气道 是两个毫米以下的 那个细支气管组成的 那细支气管 那些小气道就很多了 当然数量也多 管枪还细 管壁还薄 但是它的面积大 原来总体的结面积是很大的 这是它的特点 所以它阻力很小 流速慢 局部防御能力弱 因为它管壁薄嘛 管壁细 所以局部防御能力弱 但是阻力很小 因为数量多 管壁细 所以阻力小 流速呢 因为它面积大 所以流速比较慢 所以它的生理特性 所以容易发生什么 粘液堵在那 粘液栓塞和气道阻散 是它的病例改变 那就是小气道 因为这些痰液 这些小的痰 都容易堵在小气道 是因为本身小气道 就是这些特点 管壁还细 数量还多 管壁还薄 管壁还薄 面积还大 所以它流速慢 阻力低 防御弱 所以痰液就容易堵在那个地方 小气道的功能测定 有助于什么 病变的早期发现 闭合气量 是指什么 从肺总量 肺总量为一次呼吸过程中 肺低垂部位 小气道开始 开始闭合的 所能继续呼出的气量 叫做闭合气量 闭合气量 就是肺总量为一次 就是从肺总量为一次 呼气的吸 呼吸的过程当中 肺低垂的小气道 开始闭合 开始闭合时 所能呼出的一些气量 叫做闭合气量 闭合容积 容量的容积 是指小气道开始闭合时 肺内残留的气量 就是你的 应该说是你的闭合气量的一个值 和加上你的一个残气量的一个值 对吧 就是你的闭合容量 闭合容量 就小气道开始 你肺低垂的部位 就小气道 它开始闭合时 你还能继续呼出那个气量 就是闭合气量 那闭合容量的闭合气量 再加上你的残气量 就是小气道开始闭合 开始闭合时 肺内还残留的那个东西 残留的气量 就是因为残留气量 如果你开始闭合 你还能呼出那个气 就是什么 就闭合气量 那你如果从开始闭合 你开始算 那就是闭合容量 闭合容量是闭合气量 再加上你剩下的残气量 对吧 这个好 这个还比 应该是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所以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闭合气量 是你小气道开始闭合 开始闭合 这时候你还是能够呼出气的 这时候能呼出那个气 就闭合气量 而你如果你从那不呼气了 不呼气了 那就闭合气量 再加上你剩下残气量 那就成为闭合容量 闭合容量 好我们看一下 你如何去测量 测量是吧 你是受检者用力 用力呼气 呼气到残气 残气位 残气位 然后呢 你再吸入纯氧 纯氧至肺总量 你先用力呼气 用力呼气 呼到什么 最后你呼不出去 那剩下都是残气了 对吧 剩下残气 残气量 然后你再吸入纯氧 到一直吸到 吸到肺总量 对吧 最后然后再缓慢 均匀的气体呼出 呼出到残气水平 呼到残气水平 这时候你去测得 这些结果 CV比成VC 然后CC比成TLC TLC TLC是肺总量 是吧 你的一个闭合的气量 闭合气量 以及比成你的一个 你就闭合气量 比成你的功能残气量 闭合容量 比成你的肺总量 等这时候你就表示 如果你的闭合的一个 应该是闭合气量 闭合气量 比成你的VC 比成你的功能残气量 那这时候你去测出来 这个情况 那增高 就表示小气道有阻塞 或者肺的弹性 回缩率下降 而引起了什么 而引起了这个增高 增高 一般像大量吸烟的 大气污染的 长期接触 会发生气体的等等 早上阻塞性 肺部疾病的早期 都使肺部发生 疑性的变化了 所以你这时候 你的闭合的一个气量 就会有所问题 就它的笔直 就会有问题 就是你的 肺的弹性 回缩率 有问题了 因为呢 你就因为你闭合气量 是你什么 是你小气道 在发生闭合 闭合时候 你再次继续呼气 再次继续呼气 这个叫你闭合气量 对吧 闭合气量 是在你肺总量 为一次呼气 就是你在呼气过程当中 呼气过程当中 从肺总量 每一次呼气到攻中 你这时候你小气 你小气道闭合 然后你再继续呼气 是吧 你再继续呼气 这时候叫做 叫做一个残气量 而残气量 它增多了 增多了 说明这个肺弹性 回缩能力 就肯定有问题了 弹性回缩能力 就会下降了 或者小气道阻塞 它出气 出不了那么多 是吧 它出现问题了 所以它会有升高 升高是吧 所以像吸烟的 阻塞性气道 气道肺部疾病的早气的 脂气管的感染的 这都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无效腔 无效腔率的概念 生理无效腔 与潮气量之比 生理无效腔 与潮气量之比 就是无效腔率的概念 无效腔 生理无效腔 是由解泡无效腔 和肺泡无效腔 共同来组成 生理无效腔 由解泡无效腔 和肺泡无效腔 共同来组成 也就是你生理无效腔 就是你本身有生理结构的 比如说这个主气管 这个气管和这个小气道 这些气管 它本身是应该 没有交换功能的 应该属于什么 解泡无效腔 而肺泡无效腔 是你吸入了这么多气 并不是你吸入这么多气 每一个肺泡 就打开 每一个肺泡都可以 都可以进行 有效的气力交换 也不是 那总归有没有的 那就肺泡无效腔 对吧 肺泡无效腔 解泡无效腔 一般约150毫升 肺泡无效腔 极其狭小 就是忽略不计了 健康人在 在静系状态下 生理无效腔 占潮气量的多少 25%到30% 25%到30% 而它的比值 你这就是生理无效腔 与潮气量的比值 持续升高 提示什么 提示预后不良 因为你证明 你这个无效的东西 越来越多 就无效腔越来越大 你无效腔越来越大 那潮气量相比 那越来越大 那就证明你的什么 证明你这个通气有问题了 或者你潮气量越来越小 那这个比值也在大 对吧 就是潮气量小 这咱们每次这个喘气 你喘气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少 那肯定有问题吧 所以它的比值增大 建议什么 像休克 低血量 低血容量的休克 控制降压的 肺部梗死的 肌液通气 然后气道压力过高 所以导致了肺血流下降 慢阻肺的 慢阻肺的等等这些 导致肺毛起血脚破坏的 术中你侧位是通气血流 分布均匀的 特别是开胸术后更加明显 那就是会导致它增大 导致增大 这灯大的导致的什么 因为生理无效枪在增大 或者你通气量在减少 所以它的增大意义什么 直接影响通气效率 直接影响通气效率 因为通气在少 你无效枪在增大 无效枪增大有啥用啊 对吧 所以你太增大肯定是影响通气了 如果不增加通气量 将导致二氧化的分压明显升高 所以它的意义就在吗 预后意义大于诊断意义 所以它如果要增大 它的预后 就是它对预后判断就过程了 这ARDS患者治疗过程中 如果VD比AT持续性的有升高 那预后肯定不好 就你ARDS本身就是承认呼吸窘迫综合章 那就呼吸肯定是有问题 那肯定需要积极抢救 如果你的VD比VT 它出现问题了 VD比VT出现增大 那无效枪在增大 那肯定预后不行 如果它下降 小于0.5 那体质病情在好软 就是你生理无效枪在减少 你通气在好软 好软那说明病情也在减轻 所以它就是 生理无效枪比较一个潮气量 它的笔值笔值它的概念 它的意义 一个时候概念到没有什么 就没什么意义了 就朝生理无效枪与潮气量 这笔就是无效枪率 它的笔值升高 提示你预后不好 跟它预后比诊断要重要的多 而它增大呢 就是那些应该说要不是血流 通气血流比例 从血流的问题 你看低血容量休克的 控制降压的 肺梗死的 那肯定会影响到血流吧 肺部血流是吧 使肺泡的有效血量灌注在下降 那下降是吧 这些都是的 都是慢阻肺的 它其实也是肺泡 肺泡跟毛育血管之间 它们之间的这个广泛破坏 以及侧卧它的血流比例 就是通气血流比例出现问题 那它都会导致生理无效枪在扩大 那这样它扩大了以后 那整个使你的这个无效枪率 在增大 增大了以后 那怎么着 你通气有问题了吧 通气有问题 所以它就提示你预后不良 尤其是A2ZS 如果它这个比例越来越大 那体质预后就不怎么好 如果小于0.5的 证明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要知道它正常的 应该是25%到30% 就是没有肺部问题的 没有肺部问题的 我们看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概念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二氧化碳分压 反映的是肺通气功能 反映的是肺通气功能 在前面咱们讲血气分级 咱们也讲过 二氧化碳分压 二氧化碳分压 它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是血液中 血液中物理溶解的二氧化碳分子 所产生的压力 可以采动脉血 或者是血管内的一些 电极连续测定 正常值是什么 正常值是35到45毫米公众 是反映通气功能的重要指标 这句话知道就行了 那因为在前面有讲过了 就不多赘述了 二氧化碳分压 它反映的是通气功能的重要指标 那二氧化碳分压和你测定的 你测定的精疲内容测定的 就是二氧化碳分压 它的一个测定的意义 两个参数其实都是反映患者通气功能的问题 对啊 同时呢也是判断呼吸 呼吸酸减失衡的一个重要指标 重要指标 那二氧化碳分压如果大于45毫米公众 那建议什么 二氧化碳增成多呀 增成多是吧 或者呼吸抑制 它不呼吸了 导致肺泡通气功能不足 手术需要行二氧化碳气浮 导致二氧化碳吸收过多 进血过多 通气 机械通气时也可 由于通气量设置过低 导致无效枪增大 无效枪增大导致你二氧化碳存留的多 所以呢 都会引起二氧化碳的侏流 所以呢 二氧化碳分压升高 就建议二氧化碳 你生成增加 或者是吸收过多 或者是呼吸抑制 通气不流 不流畅 不流畅就是通气不足 如果它减低了 提示什么 就过度通气了 你把这个气味二氧化碳都排出去了 过度通气或者低体温 机械 机体代谢率减低 二氧化碳生成少 生成少 所以当这一二氧化碳分压降低 或者是精疲的二氧化碳 它这个渐渐分压测定 也出现问题了 下降了 明显下降 同时帮有循环系统变化时 提示呢 肺栓塞的指标 就是二氧化碳分压 一下子下降了 下降了 当然你还有其他的指标了 指标就提示呢 肺栓塞的可能性 循环功能正常的 如果是这个 你从经过精疲的二氧化碳分压 与本身与动脉血的二氧化碳分压 应该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就是它在讲 咱们在讲精疲测定的 二氧化碳分压 和本身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应该本身就应该比较接近 你要接近 所以你要记得是二氧化碳分压 它升高 建议什么情况 降低 建议什么情况 建议什么情况 这是临床的意义 临床意义 咱们在前面讲过 这些临床意义 它的概念临床意义 其实都是要求我们掌握的 对吧 都是要求我们掌握的 所以这点本身 我们就要掌握 掌握 那它如果是精疲的 精疲测定的 这些二氧化碳分压 它也有升高的时候 升高的时候 那它就要看 它的几种情况了 一个如果波形不变的情况下 它逐渐升高 可能与分钟通气量不足 二氧化的产生增多 或者是二氧化吸收增多 有关系 如果同时搬有基线也抬高了 那就是二氧化的双重吸收 在前面咱们都讲过 二氧化的双重吸收 就是你不停的就去吸收 这二氧化碳 表示什么 你可能这个呼吸 机这个环路 这单向伙伴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它不是说你呼出去 它不回来了 它回来了 包括二氧化碳吸收 吸收剂的一个浩劫 如果这个突然增高了 可能由于你静脉注射 碳酸氢钠了 或者松解止血带 这时候它就是 跟基线没关系了 它突然升高 所以在波形不变 它升高 可能是你本身 二氧化碳逐流了 二氧化碳本身产生增加 吸收增多 如果是都升高 基线也太高 太高是二氧化碳的 一个虫吸收的问题 如果它突然升高 在前面讲过 那就是你静脉注射 碳酸氢钠 或者是开放的止血带 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有影响的 如果是二氧化碳 精疲的二氧化碳分压 它降低了 建议什么情况呢 精疲的二氧化碳分压降低 突然降低为零 降低为零 那就是你整个的呼吸管路 你断开了 气管导管你脱离了 脱离了 或者根本没插到气管里面 插到外的了 总之这个管 就是这个呼吸这个通道 你被你阻碍住了 被你阻碍住了 所以就要不呼吸管路断了 要不你就 你就这个导管脱出了 要不就是插到石道了 总之这个管 就没在这个跟这气道 关系就是分开了 如果是你这个指数 呈指数性下降 那证明短时间的循环缺血 对吧 循环血容量不足 而引起了就血压的下降 肺穿塞等这些情况 如果也在下降 但是不为零 不为零 那就可能这个气管 这个这个管叉的管 可能还在气道里 只是管扭曲了 管折断了 管折断了 通气回路部分连接有问题了 有问题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麻醉中还可以根据 二氧化碳的这个波形 来判断患者自主呼吸情况 和肌肉松弛剂的一个残留情况 就是降低 咱们降低在前面 咱没讲过这个部分 在这里都不多重复了 在前面咱没讲 也强调它本身也是重点的一种 它升高 它降低 升高分为这三部分 降低也分为这三部分 三部分都建议什么情况 建议什么情况 有归零的 有不归零的 也都下降 有些是呈指数下降 它们的临床E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就不多说了 咱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看这个 就是换气功能的监测 换气功能监测 肺泡动脉氧分压差 它的概念 肺泡动脉氧分压差 它的概念 它本身是 肺泡动脉氧分压差 是判断血液从肺泡 摄取氧能力的指标 对吧 是判断血液从肺泡 摄取氧能力的一个指标 叫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所以这个值呢 首先你先测定是氧分压 对吧 二氧化的分压 然后你才能 因为它不是说 一个应该说 不是一个给你的值 而是你去测量 去计算的一个值 所以你要先测量氧分压 测量二氧化的分压 然后你再去计算 计算 那就是氧分压 你测定的相关的分数 减去氧分压 然后你再测定这个数呢 去包括这些值 PB是表示什么 是大气压 这呢 PB要给大家 FIOR呢 是吸入氧的氧分量 所以呢 它都是有一定的数值在里面 在那你用大气压减去 47 47是37 摄氏度是饱和水蒸气压 IQ是呼吸伤 IQ是呼吸伤 一般是0.8 所以你要先计算 计算这个数值 你用大气压减去47 乘以你的吸入氧分量 再减去二氧化的分压 除以你的呼吸伤 得出来的PB2 然后用它的减去氧分压 才得出了你的 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然后才能得出 对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那你就出来了 那根据 有的血气分析会出现 本身就会出现 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有的血气分析仪 有的是出现不了的 那你看你血气分析仪 你可以来设定那些指标 有的指标就是那个卡 你插中那卡片 是什么了 有的是离子的 有的是乳酸的 有的是就可以测这个的 去测这个 正常人吸入空气时 你的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不超过10 你的FIO2 也就是你的一个吸入氧分量 应该呢 应该是为1.010 约是25到75毫米毫米公柱 动脉血氧分压差 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 上升它的值 可以按照这个计算 就有个年龄 乘以加上2.5 用乘以0.21 就它会有一个年龄的波动 因为它会随年龄增加 它会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 那临场的低氧血症 也是多见的 那也要结合其他血气指标 来判断它的一个 应该判断它的一个原因 如果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正常 它还有低氧血症 那是什么意思呢 血氧低氧血症 但是它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 却正常 因为你要明白 动脉血氧分压差 它是判断血液 从肺泡内摄取 氧能力的一个指标 对吧 如果它 它却正常 氧却低 低氧血症 是通气不足 或者吸入氧浓度过低 可以使你的氧分压 它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使你的动脉血氧分压 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而同时下降 而导致你的动脉血氧分压差 出现问题了 出现问题了 这就是有 你的就会有问题了吧 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你需要计算出 整个的情况 就是 如果你通气不足 吸入氧浓度太低 不能满足 机体需求 所以动脉血氧就会降低 动脉血氧就会降低 你动脉血氧分压差 但是这个差值是不变的 因为它在同时都降低 它在同时都降低 肺动脉的血氧分压 包括你的动脉血氧分压 它都会降低 但同时降低 它的差值呢 就不变了 就不变了 所以同时 但是这样 如果伴有二氧化碳分压升高 就表示低氧血症 有通气不足引起的 如果二氧化碳分压 它也不降低 或者不变 这是什么 吸入的一个氧太低 吸入气的氧分压太低 所以如果动脉血氧分压 它分压差 它正常 但是却出现了低氧血症 然后分析了 要么通气不足 要么吸入氧太低 那怎样去分析呢 如果就看二氧化碳分压 如果二氧化碳分压不变 不变或者降低 那说明你吸入的氧不够 如果二氧化碳分压 本身它升高 升高说明你是低氧血症 是由通气不足所引起的 所以是由通气不足所引起的 所以你就要去看二氧化碳分压的一个值 如果动脉血氧分压 它本身分压差 它升高 还有低氧血症 那除了受吸入氧浓度 年龄呼吸伤 以及心排血量 这个影响以外 通气血流比例 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肺炮灌注正常 而完全无通气 形成绝对分流 或者气体弥散障碍 均可以使你的肺炮 动脉血量分压差 出现增高现象 因为它本身是 它反映了你的肺炮 肺炮 血液从肺炮中 摄取氧能力的指标 血液从肺炮 摄取氧能力的指标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问题 有一定问题 如果这个指标 如果这个指标 你没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 那肯定就是 这个摄取的还行 如果这个指标 你看升高了 升高了 它可能会受到 你吸氧浓度的影响 受到年龄影响 所以年龄增加 肺炮血量分压差 它会发生增高 所以它可能会受到 这个影响 包括你的呼吸伤 因为咱们后面会 看这条写的 因为这些呼吸伤 这是有影响的 是有影响的 所以有影响 当然了 你像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肺炮灌注正常 而你的完全无通气形成 绝对分流 所以使得气体 弥散功能障碍 均会使它升高 均会使它升高 那这个你要是 如果肺炮灌注 肺炮灌注正常 但是你却没有 那么多的血流 没有那么多血流 所以这次你也是 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的一种现象 这种比例失调 所导致的低氧血症 最为常见 最为常见 通过增加你的 你的一个氧的 一个吸入氧的氧分量 那就可以改善 因为它升高 升高原因比较多了 原因比较多 年龄也行 你吸入氧 氧的浓度也行 你的呼吸伤也行 你可能都会影响到升高 但主要是通气血流比例 通气血流比例失调 你气在这儿呢 你肺灌注是正常的 气在这儿 你血没有了 那你通气血流比例 都会有问题了 对吧 那就会失调了 那导致低氧血症 那你去把这个氧 去给它调整一下 你调整一下 那就会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那这个氛流所导致低氧血症 在增加你的氧分量 后氧分压 无改变 而动脉的一个血氧分压差 它却呢 明显增加 明显增加 因为它本身就 因为它本身 这儿呢 它本身是受这个值是影响的 对吧 受这个值影响的 所以它你去计算的时候 你去发现这个值 你发现影响了 那它自然会影响这个值 对吧 自然会影响这个值 就是肺 就是你动脉内的 一些肺动脉内的一些问题 那动 影响了这个值 那这个值影响了 那自然会影响了一个肺泡内的 肺泡内动脉血氧分压差 对吧 所以肺泡内的氧分压 它是受这些影响的 那如果你改变了这个值 那它肺泡内的这个动脉 肺泡内的氧分压 它肯定有影响 肺泡内氧分压 再减去你的本身的 动脉血氧分压 那肯定也 值也会受到影响 对吧 这些影响 那就在这 所以你增加了它以后 你这个它没有改变 但它就增大了 因为它是个数值 是个减法 对减法是 因为你包括 肺泡内的这个压增加了 氧分压增加了 你减去那个不变的它 那自然它就会增加 对吧 自然它就会增加 所以它明显增大 弥散障碍所引起的 低氧血症 弥散障碍所引起的 低氧血症 少见 少见是吧 你看一般是肺 血流速度增加 而使得肺泡内的血 毛细血管与肺泡 气之间接触时间短 平衡时间短 对吧 所以呢 要不然肺泡膜增厚 那这也是 其实也是个 通气血流比例的问题 那通气血流比例 你时间太短 接触的短 所以没有来得及这种交换 你可能走了 流过了 是吧 流过了也会引起一些 相应的问题 要引起就要弥散功能 障碍 那所以动态观察 这个肺泡 动脉血氧分压差 它的变化 能够什么 反映分流的一个改变 判断病情的程度 因为程度和转轨的指标 转轨的指标 所以这个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咱们在前面认为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了解内容 但在这部分呢 就是一个应该掌握 熟悉的内容 对吧 熟悉的内容 所以每一节 重点不一样 但这一节咱们要求 你就需要掌握了 掌握了啊